准备收拾东西一年要回去了 老蔡这里送完神 然后我替我对联就可以走 拜神明也是我们朝上的一大特色 也是一种文化信仰 这句老鸭伯和老鸭就会拜 所以使得我们这边的朝上女人 不用学她都会拜神明 你看老蔡她就是无私自通的 看到别人怎么拜她就怎么学 一般家里的这些的话就是女人在拜 一些大场面都还得男人出面 每年我回去之前都是这样 把这些旧的队连给她撕掉 然后就放上去年干买的新队连上去 去年也是这样 去年有些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们就大概知道了 作为朝上人 只要你心中有信仰 你到哪里都会拜神明 不管你是做哪个行业的 很多人说我们这边的队连为什么上面有白色呢 不太记忆啊 都是我们在外面买的这个队连头上都是有些白色的 但是具体什么意义呢我也不太了解 有那么难吃吗 今年老蔡不知道是从哪里看到的视频买这种东西回来贴 哇这种我不知道要贴多久啊 这个还不止双面胶 或者那个双面胶子 老蔡今年买的这一年比去年要大 不拿来下吗 我还没关系给他带上去 像我那样了 关系给你捏的啊 要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我今天跑上跑下已经 拉了好多趟下去了 好多行李 哈哈你看我的肉排全部是东西做不了人了 现在回去呢也是我跟老蔡两个人回去 我两个小孩呢有一个小的 已经前几天跟他上姨回去了 然后还有一个大的他说不想那么早回去 过两天跟我弟弟他们回去 所以我们就两个人先走 今天老蔡车上放了两个橘子 一大吉大利啊 刚刚我已经查了一下导航 根本就不躲 那不躲的话我开回去 最多也就是两个半小时吧 一百为八十公里 我刚刚刚就绑了一大吉大利 没了一大吉大利 有人给他去 哦不从这里 嗯 所以要听得起 骗到扣了 我没看到你啊 我明明跟听得骗到 骗到我来 老蔡车上去 给他熬过 走了出发了 早点回家 各位叔父们 我看好多人还在说 再干多两三天 有些还要干到二十八 二十九啊 年初三就开工 不要那么拼啊 一年到头来 三百六十五天都赚不到钱 不在乎这几天了 到了到了我的家乡 生我严我的地方 回到家乡 空气都变得特别的干净 心情也比较一叶 我车一停下来 我老妈子就来开门了 她肯定就是一天都在等我们回来 有跟她说过今天要回来 所以她今天就一直在等了 我来见到 我来见到 管 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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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